猪大肠人人都爱吃 就是在家怕做不好 去外面买特别贵 看完我这个视频帮您学费 在市场花30块钱买回来的大肠 加一把面粉 一小把盐 用手多搓洗几遍 再用清水投洗干净 再将大肠翻过来 用手把上面的熬里给去掉 之后把上面的油和淋巴拽掉 喜欢带油的直接去淋巴就行 再将大肠翻过来就处理干净了 冷水下锅 加葱姜 料酒 煮出血沫洗净备用 锅中烧油 皮线豆瓣酱 火锅底料 炒出红油 放葱姜麻椒 干辣椒 蚝油酱油 一次性把水加够 下入大肠头 少许老抽上色 再来一个炖肉料包 盐鸡精冰糖 扣上锅盖煮40分钟 煮好的大肠控干水分 放在煎锅里 煎至金黄 吃的时候用剪刀给它剪成小段 经济实惠 外酥里嫩的香煎大肠 制作完成 祝愿看完此视频的朋友们 新年大吉 万事如意 感谢支持 感谢关注